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光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住 看你成為懷伸眾 一開山一人都希望 開山一番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得很漂亮 屈南縣位於廣東省西部 是世界上最主要的 黃皮產業聚集區 被稱為中國無核黃皮之鄉 現在雖然還未到黃皮的成熟位置 但依然有很多優質的食材 舅父,今天帶我來雲浮美食之旅 我發現雲浮偏地都是好吃的東西 特別是屈南地區 無核黃皮 這就是無核黃皮 這個是,剛開始的結果 看到嗎 這塊魚開始 小小的 已經看到了 看到… 不單是花嶺、無核黃皮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的 沒錯 沒有,黃皮也有人叫正氣果 正氣果 化痰子喀 正氣 舅父,你拿著這個酸不空的煎菇棒 準備做什麼? 你看到黃皮鴨、黃皮雞在這裡嗎 雞就看到鴨 那是鴨嗎?很漂亮 青頭鴨 這些就是正宗的青頭鴨 對 我看到像孔雀一樣,很漂亮 無核黃皮遇上橫花雞 無核黃皮遇上橫花雞 我聽過了,黃皮鴨怎麼解釋呢 黃皮鴨通常在黃皮圓底下生長 黃皮成熟時,難免有個別會掉下來 掉下來後,雞鴨就適合了 當作是水果餐 對 所以這些鴨是特別漂亮的 當然漂亮,肉很爽,日子足夠 這些才叫正宗的黃皮青頭鴨 對,沒錯 我有點捨不得吃,很漂亮 可否捉著來看看 是,年輕人就是養你吃的 尋味小此色,青頭鴨 屬於眼形木鴨坡,潛鴨熟的動物 在岸國廣東、廣西等地均有養殖 牠體圓頭大,紅鳥頭和頸呈黑色 並具有綠色光雜 相比傳統的大白鴨 青頭鴨具有膏蛋白、低脂肪的優點 我走過去,逐隻青頭鴨給你 好 待會我們蒸兩尾,好嗎 我當寵物好一點,不捨得吃,很漂亮 為何可以這麼漂亮 是否讓牠吃了不同的治療 不,因為鴨平時沒有黃皮吃的時候 牠是吃玉米、花生枯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吧 很漂亮…毛很舒服,像寵物一樣 第一隻是青頭鴨 青頭鴨呢 牠的… 像婆娘 牠的羽毛 很漂亮 很漂亮 有很多顏色,牠有點震,有點害怕 這是紫色,這是綠色 整身好像是孔雀 是嗎 吃東西經常吃 舅舅 你不懂食物嗎 是嗎 雖然我知道青頭鴨不美味 不過也令舅舅氣喘 捉鴨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青頭鴨嗎 是滋陰堡的 拿去燜粥筍吃吧 好啊 或者煲粥筍吃吧 真的有點捨不得 喝湯,厲害 好 我不懂 就是 尤其這幾個 好 我來講 到 他 我來講 請賺 我來講 我來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 翻尋了嗎? 是 當然是尋好東西 我剛才把竹筍撕好 撕好之後, 回來就要把它攪拌 用刀不斷攪一攪 好像攪蒜一樣 很亂 切一切 切了之後, 不放醃進去 把腐結味排走 沒錯, 處理好之後 還要用一點鹽 攪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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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它, 因為腐結味還未出現 把它拋均勻 等它一會兒, 再用水沖乾淨 那腐結味就基本上去掉 先處理鴨 處理鴨 你看看, 鴨肉 很紅 很新鮮 不要斬太小塊 太小塊不好 吃起來不夠爽 當然了, 要大塊一點 其實食材新鮮 再加上舅父的烹飪技巧 肯定是好菜 很濃, 不用說 鴨就完成了 竹筍也提前飛好水 沒錯 接下來的步驟, 準備白炒 好嗎 白鍋炒乾水 白鍋炒, 簡稱白炒 白喝白吃, 我聽過 白炒我真的沒聽過 放進去 是 會用油、薑… 完全不用 不用 這些就叫白炒 白… 弄得我也不知道 我懂得說, 白鵝, 喝乾水 你這樣喝乾水, 鴨是特別香的 如果用水搓或飛水 鴨就沒有這種味道了 小小的, 之後回來就爆料頭 是, 爆料頭開始燜, 對 對, 明白, 蛋糕 放進去後 同樣要… 爆一下 爆一下, 先把水分揮發 揮發完之後, 就開始下油 熱鍋冷油, 這個我真是舅舅學習的 你看到已經爆得差不多了? 已經轉色了 開始慢慢兩邊金黃的時候 就證明這個薑已經可以了 所以煮一道好的菜, 你不是說… 一會兒就完成, 要用時間 要給點耐性 沒錯 將它放進去 那些血水不要了 對, 放進去後, 你就繼續炒 炒到這麼長時間, 要蘸米酒 白酒 要香一點 當然了, 如果你不蘸酒, 它不香 這樣 等它… 就是讓它受熱關均勻一點 對 然後… 蘸點酒, 馬上聞到香味, 是嗎? 沒錯… 好, 然後繼續攪拌 這是傳統的做法 加入豉油 原汁原味 然後放一點糖 不放鹽, 當然不行 鹽是提鮮的 有些人只會放鹽, 放醬油 放醬油, 不放蠔油 這樣嗎? 蠔油可以不放 因為在鄉下沒看到家家戶 都會買蠔油 煮完之後, 看得到上色嗎 是 你們不要再加重色了 再加重色, 燜完羞汁之後 黑了… 黑了嗎? 好像我一樣 黑了嗎? 黑了嗎? 黑了, 看得到我和你 這裡是魚絲, 我準備了… 山泉水 山泉水 把鴨放進去 是 然後拿著鍋來炒粥筍 炆得差不多, 把鴨汁放進去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好 蓋住它, 煮20分鐘之後 再把炒乾水的粥筍放進去 一起炆 你不要看我今天穿著我的舅頭 很小的 舅舅, 這裡無法發揮這個權利 不要緊 老人家說了 要打功夫就不用停方法 有火就可以了 舅舅厲害 一定要將水 揮發 先飛出來 飛出來 好, 那就將粥筍炒乾水 一起放進去 讓它將鴨汁吸收起來 吸收起來 最後拿出來, 收汁 再調味 那就有吃了 好, 那這個過程大概要多少分鐘 這個這樣煮下去 最快要30分鐘 好, 那就要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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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比較鮮甜 第二個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因為沒有苦澀味 很多 後腹應該吃青頭鴨,可以嗎 可以了,夠日子 剛才嘗嘗筍,覺得很好吃 這隻鴨不得了,真的 那些筍的香味和鴨本身的香味 兩者融合在一起,假設頂瓜瓜 因為這些鴨經過一百多天養殖 通常鴨一百天就算是老鴨 我們養鴨,六十至七十歲就知道 我是養了特別久 這樣很重 我覺得它的肉除了結實之外 肉質現在很紅,很嫩 香,照起來 今天黃皮辣椒醬 是 是我們屋南建成的特產 它有微辣,中辣,特辣 今天我用中辣的黃皮辣椒醬 是 煎焗排骨 舅舅現在獨創 黃皮辣椒醬通常有時候 會拿去燜豬手,蒸排骨 煎焗排骨最大的吃法 就是甘香,送燒酒 是,即是蝦酒菜 蒸排骨,適宜拿黃皮汁蒸出來的肉汁 小朋友就在混飯吃 接著排骨 攪拌一下 一點鹽 湯 準備一些生粉 好的豉油 再放入 拌勻 讓牠每顆排骨都接觸到底味 均勻,上味 接著是生粉 是 下完生粉再拌勻 就開始放一點生油 生油之後, 繼續拌勻 爆香也算是 我們把排骨 先處理好排骨, 攀拌 不用動的 不用動 先把排骨抹起來 馬上的香味已經出來了 是嗎? 很熱得焦底, 因為它有味道 一下去, 你不停烤它 不要讓它黏底 差不多了, 把它翻一翻 準備少許燒酒 兩秒煎到金黃色 這個色澤很漂亮 再把辣椒醬放進去 一煎一焗 更香 我知道, 煎完之後 還要讓水焗 灒酒 不用加水了 很香… 這樣嗎? 灒酒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焗兩分鐘就完成了 這樣也挺快 先煮一塊 先煮一塊 很漂亮的排骨, 先試試 剛才你剛做完, 我偷偷夾了一塊 是嗎 這個味道真不得了 可以嗎? 這個就是你家鄉的土豬肉排骨 沒錯 再加上你家鄉的黃皮辣 黃皮辣椒醬, 沒錯 終於你了 懂得吃了 這個呢 首先要把黃皮辣椒醬 對比排骨的數量 一定要適合 過多, 它是偏鹹 又辣 過少, 不夠黃皮味 很濃郁 而且不太辣 比我想像中 它淡味很多 可能廣東人可以接受的辣 沒錯 我覺得它是微辣, 非常好 如果是中飯 又欠一碗飯 這個黃皮的味道 它有水果的清香味 加上肉在一起 有一點像那些 生炒骨的味道 但是比生炒骨要濃郁 沒有那麼肥味 黃皮的水果的清香、甜味 非常自然 對, 所以沒有黃皮 除了做糧果 做這樣, 菜菜菜一樣很漂亮 因為可以做很多菜 而且它不是很辣 所以我們廣東人完全不能接受 你早餐, 只好煮麵 或者煮麵 或者煮麵 就是這樣撒下去 更漂亮 焦麵也很好吃 因為它真的不是很辣, 但很香 有一種水果的香味 鹹香味是剛剛好的 舅舅吃完一塊又一塊 對… 好吃 沒有, 哪有放過它 這裡, 西洋菜很出名 平時種起來 自散自燒 到北風起的時候 它懂得把西洋菜摘在身上洗乾淨 拿去曬乾 好, 浪乾它 西洋菜乾 我最喜歡西洋菜乾, 菜乾和霸王花乾 這三種是我覺得煮湯最棒的 什麼都適合 好吃的也適合 對, 今天用西洋菜的菜乾 平時冬天用來煮陳腎 今天不煮陳腎 煮新鮮鴨 所以西洋菜乾, 曬乾了 你拿回來洗洗它 洗它之後拿乾水 千萬不要浸 西洋菜乾的味道 如果浸得時間長了 它走光, 煮出來就會是這個效果 即是沒有西洋菜的味道了? 當然了… 我不知道, 我又學到東西了 加新鮮鴨 要增加肉鮮味 但是腎就不用切花了 把整塊放進去煮 把黃皮放進去, 會有什麼味道 黃皮就不需要加西洋菜 即是會搶…大家搶味 搶味, 無法做食療作用 明白 一樣就還一樣, 知道嗎 明白 舊師傅說的, 不會說, 不會聽 應該是怎樣 一物就像一物, 糯米就像木塞 所以你抱著風濕 放進去就不適合 沒錯, 不是用什麼好東西 一起放進去 當然了… 然後, 放進去 然後, 放進去 這個菜不用白鑊 又不用怎樣 直接煮就可以了? 直接煮就可以了 薑, 你就切一圈 不斷拍一拍 這樣就可以了 一塊就可以了? 對, 放進去 即是, 都是嗨聲, 戀口味 對… 新洋菜, 放進去 要不需要先放新洋菜 還是先放筍? 這個, 怎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放進去之後 就把新鮮的筍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你就… 蓋上蓋了 煮大概多久? 這些湯 有三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新鮮的筍, 陳筍 煮西洋菜乾 哇, 哇 就能把新鮮的筍放進去 就能把新鮮做了嗎? 那我先放進去 好, 要說 我先放進去 一下, 炒菜 最好, 炒菜 做成的, 炒菜 是有人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博 加油 小博 加油 好棒 大博 我很一身 今天真的很开心 一定开心 对 去到你的家乡 今天带我们品尝了 亲自在家 黄皮树下 捉了一片这么漂亮的青鸡 是呀 炆了一些新鲜的粥筍 对 真的食了一层味 汁擀碗饭 起码吃三碗 所以有時候出來,一定要找好東西 因為我愛沉迷的節目中指你 這些特色的菜,可以叫農家菜 沒錯 你總之有特色的 所以吃得這麼開心 是時候要謝謝 國南縣建成鎮人民政府 農業委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謝謝 謝謝… 我愛翻沉迷,由頭吃到尾 再見…